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再来检查一下我们要粘合的位置 我们看一看这个卡位应该是怎么样摆的 检查好卡位的位置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皮针固定一下 然后再在下部做一下记号 在粘之前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技巧 就是用砂纸将我们做记号的地方打磨一下 这样可以粘得老一些 我们要粘的地方就是卡位的底面 轻轻滑两下 它就比较粗糙了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粘了 下面我们开始来上胶水 用上胶片 蘸取少量的胶水 这个黄胶呢 就是一般粘零件的黄胶 少量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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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先涂在我们要粘的位置 然后利用它尖的部分推开 注意控制焦水的位置 因为焦水有时候粘出去了 它就会形成污渍 我们宁可慢一点 一点一点的涂 然后还有卡位的侧面 可以等它晾干一下 再涂这一块 这个浇水的特性呢 就是等它拌干的时候沾 它的沾合度是最强的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像这样用手沾上去 皮料不再沾手的时候 感觉就可以沾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了 找准我们刚才做记号的位置 如果位置不是很正确 可以接下来重新沾 这个不影响 沾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橡皮锤进行敲打 固定 用胶头锤敲打的时候呢 要注意力量的均匀 还有角度的一致 宁可慢一点 仔细敲打 这样它可以沾得更牢固 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怎么对皮料进行打孔 为缝线做准备 打孔是我们制作手工皮锯 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孔打得是否漂亮 就决定了我们缝出的线剂是否精美 那么第一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要使用到的工具吧 浇头锤 坚巨龟 还有日式的灵斩 我们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欧式的斜平斩和灵斩的区别 我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两条缝好线的皮料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绿色的线是灵斩 左边紫色的线是斜平斩 斩孔就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别了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滑线和打孔的操作 将我们粘合好的皮料放在操作台上 再用皮正压好 让它不要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会使用间距龟 间距龟呢 它的原理跟我们用的圆龟一样 可以在皮边上画出与皮边相平行的线 我们先将它的一条腿轻轻地放在皮边上 然后由远到近往自己这边滑 滑出的这条线呢 就是我们待会儿要打孔参照的线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刚才做的记号 对皮料进行打孔 选取日式的灵斩 两尺和十尺的 第一步呢 第一步呢 打孔 我们要把第一个展位移到我们要打的卡位皮料的外面 这样的话第一针就会缝合在卡位皮料的外面 让皮料的边缝不会翘起来 翘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一点一点的用力 因为这样翘和这样翘它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然后展在皮料上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像在最后的位置呢 我们展位可能会出现重合 你可以用两尺的展 做最后边缘的处理 今天呢 向大家介绍了如何进行皮料的打孔 下节课 Taya将给大家介绍如何进行手缝 请大家继续关注吧 我是Taya 我在手艺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